兄弟们我现在来到了塞尔维亚的第三大城市 尼斯 这几栋大楼就是当地非常高的那个居民楼了 没有比这更高的了 然后这个楼呢 看起来也有点年代感了 至少是八九十年代的建筑 朋友推荐我说来尼斯一定要尝尝他们的汉堡 据说跟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这家汉堡店在尼斯当地非常出名 现在快到饭点了 所以还需要排队 兄弟们现在到我了 在这个塞尔维亚点这个汉堡呢 跟其他的国家都不一样 需要你自己选择一个肉馅 鸡肉和鸡肉 OK 谢谢 这两个组合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一个是牛肉饼 还有一个是鸡腿肉 汉堡的这个面包全部都是现场现切的 一共消费了470地纳 来兄弟们看看这个汉堡 这个体型非常大 我感觉三个人都吃不完 这面包的两面它都被烤过了 有点脆 在这边吃其他的汉堡 它会柴 这个汉堡呢它却非常的嫩 牛肉里面有那个黄油 加上这个鸡腿肉 它是带着那个鸡皮的 兄弟们这个30块的汉堡实在太得劲了 我吃了一半还有一半真的吃不下了 准备打包带走 留到今天晚上当夜宵 啊好 太饱了 谢谢大家